我每一次都是第一个进去 最早进去然后最晚出来 有人问我说你这拍这么多 相近80次了 你拍的不厌烦吗 我每一次看的角度和想法不一样 常拍常心 到06年的时候我就想缓解压力 所以就想到了摄影 当时就是发展自己的爱好 这间院子好 14年就是我看到了有一个古建筑摄影大赛 从一个星期日拍了一座牌坊 这一举获得了这个十家摄影师 我觉得我对古建筑好像情有多钟 这样拿这个树叶子做前景 可以表现出秋色 故宫应该是中国古建筑里的这个 应该是对不对 是最有代表性的 拍这个七八年以来吧 我对故宫开放的区域 应该说是了如指掌 周边人会经常会这么说 你拍故宫有用吗 你是河南的人家北京人 在拍故宫的人多了去了 特别是有好多大师都在拍故宫 我管他呢 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心愿 我自己拍好 就是我最经典的几张照片 那个风云变换的那几张 天突然下了十秒钟的雨 刷一下下了暴雨 一下了之后哗晴了 已经到了4点40多分 开了清场 你碰到这么好的雨 他不舍得走 就是给保安 死神烂打 就是拍下了这几张照片 拍了这么多 总是觉得我跟倩故宫 多少东西似的 没去之前总是想的话 所以一次一次想再找更好的 更满意的 你看今年这雪 没赶上 到处都是刮的瀕临 把我难受死了 没拍上 这些呢都是我自己的书 这本是看见不一样的故宫 故宫的春夏秋冬 山基祥院长为我的画册写的序 我非常感动 说我特别感谢苏唐氏先生 感谢他用普通的摄影器材 用普通的老百姓的视角 拍出了一座属于人民的故宫博物院 这么一句话 觉得特别感动 这些年先先后后 我也拍摄了不少的古建筑 大概有二三百个点吧 工作干好之后 把自己的年价啊 各方面调节好 当我拍摄的时候 我感受到这种古人的匠心 那么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拍摄 能够唤醒更多的人去关注 去喜欢古建筑 进而去保护古建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